清蒸鱸魚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清蒸鱸魚 那會用到的材料就是鱸魚、跨波劑還有鹽、薑、蔥、蔥段等等的 那現在我們先切魚 那我們就是切三刀左右 然後翻面 好 接下來我們抹鹽 那你幫我灑 接下來在盤底下放蔥段 接下來幫你放上去囉 醬絲 化波劑其實就看自己喜歡的量 因為它就是有鹹度 然後我自己的習慣大概放一半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好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下去蒸 好可以 蓋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大概魚要煮多久啊 那魚的話就大概讓它蒸15到20分鐘 我們好期待它長得好好吃的感覺 好 所以我們待會開氣 開鍋給你開 好 好 蒸魚的尾巴我們最後會做一個嗆油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將香油 加鍋底 讓它熱一下 好 接下來這道菜是炒菠菜 那菜類的選擇的話 如果選擇長葉類 我們就會希望你盡量切比較短一點點 那其他的像是會建議梗比較少的 比較容易煮爛的 比如說像是白菜類 白菜類它可以煮得爛 那像是花椰菜類它的梗比較粗的話 就比較不建議剛調整完的病人去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進行炒菠菜的部分喔 在沒做矯正之前我就聽好像不能吃咖哩 是嗎 其實可以吃咖哩的 咖哩它是因為有很多辛香料 那些辛香料都會有一些顏色 那顏色其實都會跑進去那個橡皮筋裡面 那其實橡皮筋它本身就是有很多毛細孔 所以這些辛香料的顏色它會跑進去 它就會變成黃色 但是其實它就算變色之後 它也不影響它原本的功用 它的力量還是在的 所以其實吃咖哩已經並沒有關係 除非你很在意那個看起來黃黃的顏色 那我們就盡量不要吃 或者是你調整前一天來找我的時候去吃你最愛的咖哩 反正你隔天來看完我 我們就換新的了 好 好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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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來水果的部分的話 因為在矯正後一至三天的時候牙齒比較酸軟 所以水果類如果比較脆的就會吃起來很痛苦 所以你可以選擇像這種比較軟一點的水果 那如果說你真的很喜歡像是拔辣 你是不是喜歡吃拔辣 就很喜歡吃拔辣 攪蒸期間比較爽吃 對 攪蒸期間其實不太能吃拔辣 除了痛以外 攪蒸期間也比較容易會脫落 所以都會建議你們把它打爛來吃 那因為如果打爛之後 我們就會建議你可能加一些鮮乳啊 跟它調味一下下 這樣會比較好喝 那我可以換成優酪乳嗎 可以啊 你喜歡喝優酪乳 對 我也喜歡喝優酪乳 優酪乳也是可以可以的 優酪乳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吧 那我們就先下水果 你喜歡藍莓嗎 我也很喜歡藍莓 那藍莓跟拔辣 拔辣 你最愛吃拔辣 最愛吃拔辣 好 那我們就下吃牛奶 那這個比例其實看個人 如果你喜歡酸一點 你的牛奶就少一點 那我自己的話 覺得這樣差不多了 那甜度也是齁 我們今天用的是蜂蜜 你想要甜一點還是 微糖好了 好 微糖 好 微糖 好 這樣差不多微糖 蜂蜜應該比較沒有那麼甜 它變紫色了 因為它可以拿出來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吃了 好 那什麼東西 就在這裡 好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拿起來 你要喝喝看嗎 先喝嗎 先喝嗎 先喝啊 很好喝 很好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的表情 那我們今天的料理就完成囉 我們這是一餐的量 那一餐的話 裡面包含了六大類的營養素 那第二集的話 我們做的內容 有炒菠菜 以及還有蒸魚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請靜妮來幫我們吃囉 好 那我們從青菜好了 好 好 我覺得青菜滿軟的 然後 也不會要咬很久 你之前有吃過長野類被梗到的嗎 有 有空心菜還是地包也有忘記了 他們真的是潺潺又綿綿 空心菜它的梗確實要煮比較久才會爛耶 不太會爛 但菠菜很快就可以了 那我們吃魚吧 吃魚 吃魚 我覺得魚 也是滿軟滿嫩的 而且很好吃耶 很香 可能因為這會有加香油吧 對很香 然後味道也都很夠 還有Povo G的味道 耶 這是我最喜歡吃的蒸魚了 好 吃完魚之後呢 有幫你準備一杯飲料 是藍莓牛奶 那牛奶其實也是我們的六大營養素 裡面奶類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今天煮的料理的話 其實都蠻簡單的 所以我認為初學者跟那個矯正的患者 都是可以蠻容易上手的 那我們來問問看菁 你覺得今天的料理你最喜歡哪一道 我覺得是魚 魚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簡單處理跟製作 對 烹飪這樣子 因為我以前都會覺得 魚啊好像要花很多步驟 然後好像很麻煩 所以我其實每次看到魚 我就直接跳過這樣 可能因為它上面看起來很多材料 但是它其實材料在放進去蒸籠之前 就全部都放上去 其實出來之後就可以直接吃了 對它是讓我覺得 我回去可以再去做的一道菜 好的 那我們今天品萃小廚房就到這邊囉 那喜歡我們這個系列的朋友 可以幫我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吃完魚之後呢 你可以喝一下飲料啊 飲料幫你準備的是藍莓牛奶 牛奶的話也是屬於我們 你笑什麼